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美国著名传记作家赫伯特·洛特曼的《加谬传》 上一次我们讲了加谬在阿尔及利亚平民区的童年生活 他的大学时光和第一次婚姻 以及他大学期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但后来又被开除党籍等等的这些诸多的人生经历 离开党组织的时候加谬24岁 那还很年轻 但是如果从生命的终点往回看的话 其实那个时候的加谬已经走完他人生的一半的道路了 那当然了 加谬他自己当然肯定不会意识到 他的生命会在23年之后因为一场车祸戛然而止 对于年仅24岁的加谬来说 虽然第一次婚姻失败了 参与的政治活动也失败了 但是他的人生仍然充满着许多可能性 其中他最想实现的一种可能性就是成为一名作家 但是写作不能当饭吃 至少在你写出轰动的作品之前 你光靠写作是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生活的 所以加谬必须要找到一份工作 既能养活自己又有时间进行文学创作 关于职业和工作 加谬说过这么一段话 他说 为了不失去全部生活而付出生活的一部分 这是正常的 每天六至八小时的工作 那是为了不饿死 然而对寻求发展的人来说 一切都是发展的机遇 这段话说明 在加谬看来 为了发展自己 每天拿出一部分时间来进行工作 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 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时期 想要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那是相当的困难 即便是像加谬这样有文凭和学历的人 也很难 在几次求职无果之后 加谬是终于获得了一个 在气象学院工作的机会 这还得多亏了他中学时代的老师 格勒尼埃的引荐 在气象学院 加谬是白天上班 晚上做自己的事 对于这份工作 加谬曾经说过 他说 这样的生活并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我因此有时间去思考 去更好的准备人生 但是说是这么说 气象学院的工作收入并不高 勉强糊口 再加上工作内容非常的单调乏味 对加谬来说 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在当时很多人在大学毕业之后 会选择继续深造 然后参加教职资格考试 只要通过了就有机会在公共教育部门里面任职 比如说担任一个大学的老师 那工作又体面 收入又高 加谬也觉得在大学里边当个老师 这是十分理想的职业 既可以满足生存的需要 又有足够的时间 让他从事文学创作 于是乎 加谬就准备申请哲学方面的教职资格 但可惜的是 因为身患肺结核的病 他的请求是被卫生部门给驳回了 那不能当大学老师也就罢了 他还终身不能在任何公职部门里面任职 这条路被完全堵死了 这个对加谬来说 那真是一次打击啊 大学老师当不成 气象部门的工作也让人非常的厌倦 那接下来可怎么办呢 1938年 加谬认识了一个对他之后的生活 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朋友 这个人呢叫做帕斯卡尔皮亚 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编辑兼记者 在很多的新闻社和杂志社 都干过 当时这位朋友呢 被阿尔及尔本地的一个企业家看中 他主持筹办一份新的报纸 目的呢 在于反对各种保守主义 站在左翼的立场 来报道阿尔及利亚的时事新闻 因为这个缘故 加谬就向报社申请了一个职位 凭借着他卓越的才华 报社的管理层呢 欣然将其招纳 就这样 未来的大作家加谬正式进军新闻业 成为了一名记者 在主编皮亚的领导下 加谬开始撰写新闻稿件 内容涉及重大的诉讼案件 地区社会环境调查等等 这些稿件呢 跟加谬之前的文学写作是完全不同的 需要对事件进行深入的调查 必要的时候呢 还得要用笔杆子来进行斗争 对加谬来说 投身新闻事业不仅仅意味着一份正式的工作 它还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参与政治的途径 而且这份工作为他的文学创作 是积累了大量的鲜活的素材 1939年9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欧洲各国新闻审查制度是越来越严格 报纸的印刷和发行的成本呢 也不断上升 许多报社财政呢 收入是难以为继 加谬所在的阿尔吉尔共和报 它也不例外啊 而且呢 战争爆发之后 皮亚和加谬呢 又以非常激进的方式 在报纸上表达反战的立场 那没多久 这报社呢就被查封了 好 说到这儿 咱们的主人公加谬 他又失业了 好 到这儿咱们先稍稍的停个脚步 咱们稍微捋一下 大学毕业后的三年时间里 加谬是遇到了哪些的糟心事呢 先是老毛病的肺结核 时不时的发作一下 接着第一次的婚姻失败 被开除党籍 求职不顺 接连失业 日子贫困潦倒 接二连三 总之呢 加在一起 它就一个字 惨 不过呢 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 加谬的生活也不完全是乌云笼罩 倒是也有一缕阳光给他带来了生机和力量 他遇见了一个来自沿海城市奥兰的名字叫做弗朗辛富尔的女孩 前面咱们提到了 阿尔吉尔共和报被查封之后呢 加谬是失业了 他没有了工作 成为了一名待业青年 而主编皮亚呢 则另谋出路 离开了阿尔及利亚 回到了巴黎 在巴黎晚报 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 那之后 通过皮亚的推荐 还在待业当中的加谬呢 也是加入了这家报社 于是乎 深无分文的加谬在朋友的帮助下 在1939年初凑足了路费 赶到了巴黎 开始了他的新工作 巴黎晚报啊 它是一份全国性的报纸 规模很大 读者众多 初来乍到的加谬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 在报社里呢 他是负责排版工作 那这个大作家负责排版工作 各位 这个就是大财小用啊 但是怎么办呢 没办法 那段困难的时期 你能够拥有一份工作 那已经是相当的不容易了 但是 跟当时的局势一样 这份工作也不稳定 而且呢 加谬个人也并不怎么喜欢巴黎这个地方 从阿尔及利亚来到巴黎 加谬始终觉得呢 自己是在流亡 实际上 这不仅仅只是流亡的起点 加谬刚入职没多久呢 德国军队就入侵了巴黎 那报社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呢 不得不将设备和职员呢 撤退到法国东南部城市里昂 加谬呢 又在那里见到了他的朋友和前任主编 帕斯卡尔皮亚 不久之后 加谬的女朋友 弗朗辛富尔也来到了里昂 两个人呢 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而遗憾的是 这对新婚夫妇呢 没有蜜月期可以度过 因为他们首先要面对的 就是失业问题 原来啊 报社在流亡当中 为了薛减开支需要裁员 而加谬夫妇呢 刚结婚没多久 没有孩子要抚养 领导一看说 你们俩这个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的得了吧 为了让给更加有需要的人吧 得 你看这没有孩子 也是个错 所以加谬很不幸的 被选入了解雇名单 那就这样 在报社的新工作呢 还没做满一年 倒霉的加谬他又失业了 遭到解雇之后 加谬夫妇二人呢 是回到了阿尔及利亚 居住在弗朗辛的老家 沿海城市奥兰 弗朗辛也在那里呢 找到了一份数学代课老师的工作 而加谬呢 则成为一名高中老师 同时也坐一坐家教 不管如何 夫妻二人总算是暂时安顿了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 奥兰这座城市 对于加谬来说呢 有着特殊的意义 因为它后来的成名之座 鼠疫就是以这座城市为原型 进行创作的 这个呢 咱们后边再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段动乱时期里 除了努力工作赚钱之外呢 加谬夫的时间和精力 主要投入到了 他的第一个系列写作计划当中 也就是荒诞三部曲 包括剧本 卡利古拉 小说局外人 和哲学随笔 西西服神话 而作为对那个荒诞时代的思考和回应 在加谬看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基于荒诞的理由 而爆发的一次荒诞的战争 对于卷入到这场荒诞的战争当中的人来说 尤其是对作者加谬自己来说 公共权力 个人命运 和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都暴露出了他们本质上的荒诞性 荒诞三部曲 分别运用了三种不同的体材 对荒诞这个相同的主题 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探讨 简单讲一讲 卡利古拉这本书 卡利古拉实际上是个剧本 它是以古罗马帝国著名的暴君皇上 卡利古拉为主人公 探讨了世俗的权力在死亡的背景下 所暴露出来的荒诞性 作为古罗马帝国的皇帝 卡利古拉他拥有无限的权力 而从世俗的角度来看 似乎可以说他是一个最幸福的人 但是卡利古拉的内心 却有着极大的痛苦 这个痛苦来源于一个极其简单的真理 那就是人终归都是要死的 无论你是皇帝还是乞丐 点一道通通要走 即使说他是作为一个拥有人世间最高最大权力的帝王 卡利古拉他仍然是一个无法逃脱死亡命运的凡人 在他看来人总归要死 所以他们并不幸福 死亡作为人类无法克服和逃避的命运 让人意识到了生命和世界所具有的根本荒诞性 那剩下的问题就在于 人应该如何和自己的存在的荒诞性自处 对作为帝王的卡利古拉来说 在意识到人的必死性之后 他需要做的所要完成的唯一使命 那就是成为神 因为神是永生的 是不会死的 然而在凡人和神之间呢 他永远隔着死亡这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为了证明自己拥有神一样的地位和权利 卡利古拉是陷入了 对自己帝王权力的挥霍和滥用当中 展开了疯狂的杀戮 最终遭到了毁灭 剧本卡利古拉虽然设置的背景呢 是古罗马帝国 主人公呢 是古罗马帝国的暴君皇帝 但是实际上呢 他是加谬基于个人的观察和生活体验 对他所处时代的这种荒诞性 做出的一个诊断 而另外两部作品 小说局外人和随比西西夫神话 则分别呢 是从心灵剖析的层面和哲学思考的层面 对个人面对荒诞问题时的心路历程 进行了记录 这里呢 还要提一下哈 加谬本人呢 他是一个猫奴 可能是为了纪念剧本卡利古拉 在他的文学创作和荒诞哲学的形成过程当中的重要意义 他曾经呢 给他养的两只猫起名字分别叫做卡利和古拉 这一点呢 也从侧面啊 展示了人生和历史的荒诞之处 你想一想啊 一千多年前 手握无数人生杀大权的古罗马皇帝 他的名字在一千多年之后被拆开 成为了一个作家所养的两只小猫咪的称呼 这不能不说 他就是一件颇具荒诞色彩的事情啊 作为加谬的第一个创作系列 荒诞三部曲 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完成的 剧本卡利古拉最早呢 写于1938年 加谬呢 后来对他是进行了多次的修改 并且呢 亲自排演了这出戏剧 局外人和西西夫神话都是完成于1942年 那个时候的欧洲呢 正是处于密集的战火之中 在动荡的年代 加谬总算把他的荒诞三部曲写完了 那么接下来 如何出版这三本书就成了问题 加谬远在阿尔及利亚 住在与世隔绝的奥兰城 他没有办法自己亲自去操持出版的事情 再加上呢 飞机合并又发作了 不得不卧病在床 那么好在 他的中学老师格勒尼埃和前主编帕斯卡尔皮亚 又一次对他伸出了援手 加谬最后将局外人的手稿寄给了皮亚 皮亚呢 又将手稿寄给了当时的知名作家马尔罗 马尔罗呢 读过手稿之后认定 这是一部杰出的作品 于是很快就把这个手稿呢 交给了当时还在继续运行的加利马出版社 加利马出版社聚集了法国众多的文学精英 通过这些人的讨论和审阅 《局外人》这部作品最终在巴黎出版和发行 《局外人》这本书啊 是根植于加谬在阿尔及利亚的生活经历 描写了人赤裸裸的面对荒诞时候的这种心灵感受 为法国文坛带来了新的因素 出版不久就得到了文学界的关注 萨特在一份杂志上发表文章 对这本书呢 进行了评述 认为呢 它是一部接地气的经典作品 那当然了 对这部作品也有许多的批评和攻击 给加谬呢 也是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之后的两年里呢 西西夫神话和卡利古拉也获得了出版 通过他的《荒诞三部曲》 在战争期间 加谬在远离主流文学界的情况下 以其杰出的文学才华 开始在法国文坛 登堂亮相 不过加谬真正的影响呢 是在二战结束之后 随着存在主义哲学运动和文艺思潮 而席卷欧洲的 加谬本人也因为 对荒诞问题的深入探讨 被视为存在主义 荒诞哲学家的主要代表 在今天的文学和哲学教科书上 加谬呢 往往是被描述成为一个 以荒诞作为思考问题中心的存在主义者 但其实呢 加谬本人在他生前呢 一直都极力否定这一点 他认为自己的哲学思想 和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呢 并不一样啊 无独有偶 被奉为存在主义祖师爷的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呢 他也说过类似的话 他认为 存在主义是萨特这些人的事 与他本人无关 那么问题来了 那加谬为什么会被称作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呢 除了因为在哲学思想上 加谬的看法的确和其他存在主义者 比较相近之外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加谬曾经有一段时间和存在主义圈子里的人物呢 是打得火热 尤其呢 是跟萨特呀 波弗瓦呀 这些著名的存在主义者呢 交往甚深 但是 加谬人在阿尔基利亚 而 萨特和波弗瓦人在巴黎 那他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呢 这个呀 就得要从加谬再次前往巴黎说起 在完成了荒诞三部曲之后啊 加谬和加利马出版社呢 是产生了合作 而且呢 他的朋友皮亚呢 是回到了巴黎啊 就是那个主编啊 那么出于生存和个人发展的双重考虑 加谬是离开了阿尔基利亚 于1943年6月1号抵达巴黎 希望呢 在那里谋求一份工作 而后来呢 加谬就成了达里马出版社的一名编辑 加谬到达巴黎的时候啊 巴黎呢 还处于德国的占领之下 那么当时萨特顶着德国人的审查压力 于6月2号 在巴黎的萨拉贝尔纳剧场呢 上演了他的戏剧《苍蝇》 首演结束之后 加谬上前向萨特呢 进行自我介绍 这个是他们第一次啊 短暂的碰面 之后呢 在巴黎著名的花神咖啡馆 加谬呢 和萨特以及波夫瓦呢 相聚 三个人相谈甚欢 从那一次开始 加谬呢 就和这对夫妇是形影不离 进入到了所谓的 存在主义者的圈子当中 在巴黎 有一条大街 它的名字叫做圣日尔曼德普雷区 加里马出版社就坐落在这里 是当时法国知识界和文学界的活动中心 而且呢 历史上很多的文化名人都曾经在这里呢 出没 比如说哈 启蒙思想家迪德罗 福尔泰 卢梭等人 还有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 小说家普鲁斯特 也曾经居住在这里 战争结束之后 圣日尔曼德普雷地区呢 是成为了存在主义运动的中心 萨特和他的追随者呢 经常在这活动 他们下午呢 就待在著名的花神咖啡馆里 到了晚上呢 就前往酒吧 饮酒作乐 这其中就有加谬 加谬和萨特夫妇 还有其他的同事啊 好友啊 以及他的青年崇拜者 一起呢 在这个杂乱无章的地方 度过了许多疯狂的夜晚 这段时间 加谬和萨特之间是保持着密切的友谊关系 但是后来呢 由于政治上的分歧 两个人是最终走向了决裂 除了萨特和波夫瓦之外啊 在战时的巴黎加谬呢 还遇见了一个对他非常重要的人 这是一位十分美丽年轻的西班牙女人 她叫做玛利亚卡萨雷斯 咱们前边提到过加谬的卡利古拉这个剧本 来到巴黎之后呢 加谬对剧本呢 进行了修改 并且准备在剧院上演 而巴黎有名的马杜兰剧院呢 接下了这个剧本 由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导演呢 负责彩排 而这部戏剧的上演呢 并没有造成轰动 反而呢 惨淡落幕 但是加谬对这样的结果呢 其实并不那么在意哈 这是因为他通过这部戏剧认识了扮演剧中女主角 马尔塔的女演员 马利亚卡萨雷斯 卡萨雷斯的父亲是当时西班牙的总理 战争爆发之前呢 他把妻子和女儿呢 是送到了法国 卡萨雷斯呢 在法国长大 成为了一名演员 在舞台上 卡萨雷斯表现非常出色 无论是对角色的理解 还是对台子的把握 在加谬看来 这些都是无可挑剔的 在台下 卡萨雷斯身上那种热情奔放 无拘无束 任性偏激的性格呢 也是深深的吸引着加谬 排练过程当中 两个人感情升温了 从留下来的书信 我们就能够看到 那是一段浪漫的 充满激情的罗曼史 然而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是 加谬已经结婚了 那么这段罗曼史呢 始终只能处于地下 但是两个人 其实是一直保持联系 直到加谬去世 我们看到战争期间 加谬在巴黎的生活呢 可以说是 事业和爱情双丰收 但是在文学创作上呢 却似乎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 他的小说鼠疫迟迟未能完成 这一点让加谬感到非常焦虑 前面咱们说过 加谬离开巴黎晚报之后 和妻子弗朗辛一起住到了沿海城市 奥兰 那个时候加谬就开始准备写小说鼠疫了 当时呢 奥兰附近的地区蔓延着 班诊伤寒 而加谬呢 敏锐的注意到 在历史上 传染病的爆发 往往是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 并肩而行的 而在加谬看来 这两者都是绝对的罪恶 在鼠疫当中 加谬要写的 就是对恶的反抗 同恶进行战斗 除了出现在小说之中外 加谬所提倡的对恶的反抗 与恶进行的战斗 也扩展到了现实当中 那就是为了解放法国 而展开的抵抗运动 为此 加谬参加了战斗报 这份报纸的编辑工作 期间 加谬呢 曾经前往美国 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考察 一回到巴黎呢 他就重新埋头苦干 继续创作鼠疫 没想到 这部小说 因为内容严肃 写起来非常费力 创作的战线呢 又拉得很长 从战争开始 一直写写写写 写到战争结束 也没有完成 这就使得加谬在创作过程当中 时常会有财思枯竭的感觉 对作品的完成呢 感到非常焦虑 也没有什么信心 为了能够继续写作 加谬和妻子又一次搬了家 离开了巴黎 住到一个小城堡里边 这个小城堡呢 坐落在一片松树林里 环境清幽 特别适合进行创作 在20世纪的欧洲文学史上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晚年 也是在位于意大利的一座名为 杜伊诺的城堡里 写下了他著名的常诗 杜伊诺哀歌 等到夏天结束 加谬再次返回巴黎的时候 鼠疫已经完成了 这部小说描述了一个因为鼠疫的肆虐 而被隔离的城市 实际上表现的就是加谬当时身处的世界 战争 占领 以及纳粹思想的传播 在书里边 鼠疫代表着一种绝对的邪恶 象征着战争时期的法西斯主义 反映了那段艰苦的生活 同时也凝聚了加谬的道德观点 和在战斗反抗过程当中 获得的政治经验 在那个时代 买一本书还算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但是鼠疫这本题材严肃的书却脱颖而出 在1947年出版之后 十分畅销 不到半年就卖出了十万多本 而且这一年 加谬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要知道当时他才34岁 鼠疫的大获成功给加谬带来了巨大的名声 一时间的采访不断 各种的邀约也分支踏来 但是在加里马出版社的正常工作 还得要继续 为此出版社为加谬配了一名秘书 来帮助他处理过量的信件 并且拒绝掉过多的采访 调查 约稿等等的这些活动 为加谬节省了应付这些伴随名声而来的 琐碎的事情的时间和经历 尽管如此成名之后的加谬呢 仍然常常是被人群呢 围着水泄不通 社会活动的也是越来越多 时常呢是雇了这头 但是又失了那头 造成了一些人的不满 认为呢 加谬自命不凡 被成功冲昏了头脑 不过在加谬的老师 格勒尼埃看来 这种成功对于加谬来说 带来的更多的是积极的意义 因为他的这位学生可以说呢 是从底层奋斗起来的 在巴黎获得成功 自己的价值得到了承认 这个对于加谬来说 是重要的一件事 为了躲避这种密不透风的生活 加谬呢 时常和朋友啊 家人呢 一起旅行 多少疏解了来自外界的压力 但是政治活动啊 演讲啊 论战啊 这些呢 有增无减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 加谬和萨特之间的分歧呢 开始出现端倪 二战之后 世界分裂成了两大阵营 苏联代表着社会主义阵营 美国呢 代表着资本主义阵营 围绕着这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 发生了许多政治事件 加谬呢 拒绝任何一个政治派别的暴力行为 他始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 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的命运 并不参与任何一个政治派别 于是持中立立场的加谬 在政治派别的论战当中呢 因为他谁都不靠 所以往往成为了两边啊 左派和右派双方都去攻击的对象 此时的加谬已经36岁了 具备多重身份 既是戏剧导演 又是作家 既是抵抗运动的领导者 又是出版社的撰稿人 此外呢 他还是诺贝尔文学奖最年轻的提名者之一 在如此多的荣誉和光环之下 加谬将会如何度过他人生的最后十年呢 精彩内容 咱们下一讲 接着说 明确 先熟 再来 多看